Hello,大家好,我是艾迪先生 那今天我想来为各位介绍一款 不错的无线手持吸尘器 那就是普桑尼克的P9 Prosinic P9 那这个吸尘器呢,我有实际的试用 那我觉得这个效果相当优秀 那我过去也买了许多吸尘器 那到最后呢,都丢到床底下 因为种种问题 譬如说我们在吸的时候 汇气很重 再也就是脱口尾巴很不方便 再也就是体积庞大,没地方摆 到最后都丢到床下 那我刚收到这个吸尘器的时候 我觉得,哇,好漂亮哦 不禁让我想到变形金刚 不晓得为什么 我就觉得它很强悍的这种感觉 又很新潮 那我发觉它这个吸力很强 而且重量也很轻 因为这个我们每天在吸啊 尤其是我打算放到车上吸啊 这个体积还有重量是相当重要的 这样很轻巧 绝对很适合在我的车子上使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重量好了 既然提到重量,我们就先看一下 像这种基本配备的话 一个短刷,然后一个机器本体的这样的话 我们放上去的重量大概多少 大概1.4公斤而已 只有1.4公斤而已 那它基本上这个机子哦 它有两段啊 一种普通吸力,一种强吸力嘛 那这个声音哦 真的是还蛮小声的哦 噪音不是很强 那各位如果在使用吸音器的时候就知道 噪音是一个很困扰的事情 它有这么强的吸力 但是噪音并不高 最主要是它采用了这个 日本的Nidex这个无刷马达的关系 日本的这个Nidex的马达 这个大家都知道非常优秀的 吸力很强 但是一分钟大概可以到达10万转 那吸力大概有一万八千五百怕 算是很高的吸力啊 就市面上的一个相同机型来讲 它算是比较强吸力的 那一般来讲 这个蓄电池吧 总是要考虑到它的使用的时间 那像这款的蓄电池的话 大概可以用到半个小时左右了 看你的操作状况啦 就是大约啦 那吸音器的话我们 以前的话大概就 只有注重在如何吸地板吸干净 那现在人大概 有一个需求就是除满 我觉得除满对我来讲很重要 因为这个棉被啊 或是枕头长期在使用啊 肯定有很多这个满的问题啊 那满如果不跟它清理啊 就容易造成一些过敏的问题啊 那现在人又特别很过敏啊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相当好的一个东西啊 那其实啊 那我们在挑选吸引器的时候 也要注意一个一个重点就是说 有没有滚轮 过去的吸引器啊 比较少有这个配备这个滚轮的东西啦 那其实有滚轮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啊 就像我们在洗车啊 你知道汽车的表面啊 你用水去冲啊 效果是比较差的啊 一定要抹不抹过 那吸引器也同样的道理 你今天你用这个很强的吸力器吸它啊 不只用刷子再刷一下啊 那个效果真的是加倍啊 那像这个是没有滚轮的头嘛 事实上它有些头是有滚轮的 然后像这种小刷头的话 我们除了可以吸之外又可以刷 因为很多灰尘啊 你要稍微跟它刷一下 那胜过你吸千变吸万变 所以这个有一个小刷是蛮重要的 那我先给各位看一下它这个滚轮好了 它变吸的时候这个滚轮会动的 而且这个滚轮哦 看起来哦 就是功能性很强哦 而且它的振动的一个一个力道哦 跟我当初的想象截然不同 我本来以为说缓缓的这样转 不是转得非常高速哦 非常非常高速的转动 它的滚动能力是很高的哦 你要试了你才会去了解它的滚动力道 它配备有一个家常杆 像这种家常杆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有一个电源嘛 那电源的话最主要就是提供 提供滚轮电源 然后还有这个照明灯 因为我们在使用上哦 有时候会吸到一些桌下啦 床下黑暗的地方 那有这个照明灯我觉得相当好 那我们来试给各位看一下好了 其实像这种家常杆 装上去之后它的长度 大概1.2公尺啦 这个我们站着在拖地是非常适合的一个角度 在桌上感觉是太高 不过你在客厅啊在房间在拖地的时候 这是非常理想的哦 在吸地板的时候非常理想 来 我来拿一些豆子来吸给各位看一下 那开关的话有两段嘛 一个是普通一个加强 第一次按是普通 那各位可以看到它灯会亮嘛 然后这个刷子滚动 滚动很强烈哦 这很强烈的滚动 这样就 就全部吸干净了 只要过去的 目前是最强的状态 那它的噪音值 我觉得是还好 还可以接受 不是说大到非常 非常大很难接受的程度 我觉得以这种力量 应该还OK 然后像我的话 我会比较常使用它这个储满的一个刷头 因为现在的话 很多这个家庭都会买一些玩具啊 什么给小孩子 那有 尤其是有绒毛玩具的话 用这种储满刷头是非常理想 那像我们平常在睡觉的时候 这个枕头啊 用这种 这种储满刷头刷一刷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 那我们来试试看 用到最强的来吸 这样子 这种储满刷头 这种储满刷头 好 好 好 气 你除了枕頭之外 你那個棉被也要順便吸一吸 可以將一些灰塵或一些蠻把它吸走 那這個集塵桶它是沒有那個集塵袋的 就直接就在這邊 所以你吸了多少東西你根本就一目了然 而且它不需要更換集塵袋 它直接將這個灰塵倒掉就可以了 那它要清這個灰塵也很簡單 它只要一個按鈕這樣一壓就好了 這樣就清潔溜溜的 你看這個枕頭吸下來的這麼多灰塵 可能裡面也不少的蠻才對 然後再蓋回去就好了 那尤其是它這個馬達的從這邊 先把空氣吸進來從這邊噴出來 它在裡面有加一個HIPAA濾網 它可以很有效率的過濾一些微分子 就比較細小的顆粒 讓你不會說你在吸塵器的時候再使用 邊吸啊你也邊在吸晦氣這個倒不至於 因為它它在這個後端的處理 會讓這個會避免這個晦氣的產生 那事實上這個在拆卸也是很方便 這個一壓這個這樣就起來了 那這個塑膠可以拿去沖洗 那它裡面有一個這個HIPAA這個濾網 這濾網如果髒的話也可以洗一洗 那當然它原廠還有一個易貝的啦 這樣 那這個就是我們市面上常看到的 很類似這個木工師傅的一個電動工具的感覺 那組裝也是很容易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好了 那像我覺得這種刷頭啊非常理想 尤其是我們鋁門窗啊門窗啊 或是我們的電腦鍵盤啊 邊刷邊吸這個效果非常非常好 那最主要它的充電 因為它這個東西難免要充電 充電你可以用這個充電器直接充 那除了直接充之外 你平常不用的時候你可以用這個充電掛架 它這邊有個充電孔 然後這個充電器插這裡嘛 然後這個掛架就可以直接 直接將你的機器掛在牆壁上 算是非常理想的一個設計 因為它本身也很美觀 你掛在明顯的位置 不會扣分反而是加分 那像我的吸塵器啊 到最後只能藏在床底下 這是結然不同的 那以上啊 為各位介紹這個 普桑尼克 Prosinic P9 無限的鎖持吸塵器 那希望呢 各位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各位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按讚 也別忘了要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